国会今天再度辩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议题 议员们呼吁全国合力推动绿色经济 创造更多的绿色就业机会 共同实现具包容性的低碳社会 代表政府国会永续发展与环境委员会 提出动议的三八旺级选区议员福利山建议 考虑到新加坡自然能源匮乏 我国可以在现有的金融中心基础上 进一步转化为区域绿色经济枢纽和碳交易中心 与周边国家实现绿色共赢 针对我国的两大碳排放量较高的领域 福利山呼吁政府与业界合作 根据企业类型设定绿色转型时间表 并给予过度缓冲 福利山也指出 教育系统要跟得上我国绿色转型的需要 及时为国人提升相关技能 她也呼吁政府在绿色转型过程中 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帮助 设在南洋理工学院的中小企业 可持续发展体验中心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与中小企业接触 并指导他们进行绿色运营转型 我也想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的开放 允许中小企业尝试 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创新解决方案 将近20位议员在这项动议下 发表他们对减排低碳和绿色议题的建议与看法 感谢观看